因為這是兩個案子 一個叫做台灣跟美國的復交 然後一個案子是 你要不要美軍到台灣來駐軍 這兩個都是大案子 開玩笑這兩件事情 對於說美軍駐台決議案 跟台美復交決議案 今天通過的是這兩個案子 美軍學防 對老共來講就是外國勢力介入 是他那個中共軍事問題 專家說打台灣的其中一個條件 就是美軍駐防台灣 那你們通過的這個案子 國民黨提案 而且還是立法務院的黨團 這個林一華領銜的 然後而且他們本來的提案 是直接軍事的方式協助我國 直接軍事就是要台灣被打的一個 要統一台灣那個武統台灣的理由 你看民進黨還好心一點 民進黨還把它改成安全防衛 這還得了 如果老共不講話 這兩個案子就像張國城教授說的 成為中華民國 台灣未來發展當中的關鍵地位 國民黨這幾個人將來 可以當中華民國的國父跟總統 歷史文件 但是就是老共不可能不講話 是嗎 現在發出來官媒 你看就我們講 他們表決完了對不對 這官媒發的 他們已經在我們錄影的時候 他們已經決定 胡錫進的那個環球時報發的 你看環球時報已經訂 已經訂掉這件事 他說 你看 通過臺美婦交 促美軍協防台灣兩個案子 然後還講是國民黨提的 下面這邊寫什麼呢 這兩項都是台獨性質的提案 必須強烈譴責 所以你看邱王的這個結論已經出來了嘛 所以我說老共未來要面對這個國民黨來交流的時候呢 這個思想審查難度變高了 可能就是你是國民黨的身份來來中國之外呢 還要問一下說 除了一中原則 對 這兩個題要你知不支持啊 然後還有台美婦交案 你這樣贊成 所以以後乾脆可能訂了一張考卷 直接讓國民黨來做華獨 台獨 他們都認為是獨嗎 他們就曾經講過啊 我說那要怎麼樣 我們就中華民國啊 可是我覺得 近平 我覺得現在稍微多一個差別 因為他們現在認為反正都叫做台獨 所以他也不覺得這叫華獨 我們要回過頭來說 國民黨本來是不安好心眼 他們本來是要將軍民進黨 認為民進黨不敢通過 因為他只有三十幾席 認為民進黨不敢過 你們其他的黨團也不敢過 沒想到 後來民進黨開始反將軍 這個譴責還是 因為我們現在錄影時間已經傍晚了嘛 他這個譴責從今天一早到現在 其實也花了大概八個小時左右 要七八個小時 所以他這個時間 時間差 我覺得可能 我不會 我不認為是會去找靜平或是江啟臣啦 但是中間一定有一些窗口會想說 你不是說他們不敢簽 你不是說他們不敢簽 今天怎麼簽了 怎麼都過了 然後就是 那我就這樣 我就會罵你喔這樣 他就是罵你 我建議林昌佐 你來提個案 讓這兩個決議案 做成公投案 我覺得也沒什麼辦法 OK啊 全民公投嘛 看大家對這意見怎麼樣 一定都過百數同意的啦 所以像彭教哥跟委員 像這種狀況其實對國民黨不是壞事 至少把自己的包袱拿掉了 告訴北京 你要跟 你要把國民黨瞧不起 爛劍 然後開那個乞丐好了 或是被人家糟蹋都沒關係 你以後不管跟台灣任何政黨 民進黨 國民黨或誰打交道 你永遠繞不開中華民國的事實 但是你說的 你們國民黨 還有那個洪秀珠啊 還有馬英九啊 還有業員啊 還有胡思華啊 還有陳奕正啊 不可能跟國民黨中央講 或報辯 你們接下來的問題 就是這個案子的 這個症候群對不對 這個 而且呢 應該是國民黨內部 先來嘛 環球時報先發第一槍嘛 對不對 他們是鷹派官媒啊 是一個那個台獨的案子 接下來一定是從台灣發難的